新一代的游戏本终于来了 今年的游戏本是迎来了CPU和显卡的双重升级 英特尔这边带来了13代移动端酷睿的HX处理器 而英伟达也是更新了移动版的40系显卡 两家一块升级 这个游戏本到底能提升多少性能呢? 今天我们就拿ROG新出的《枪神7 Plus》超进版 来对比上一代的《枪神6 Plus》超进版 测试一下看看 先来说一说CPU吧 这台《枪神7 Plus》用的是13代i9-13980HX的CPU 我们会拿它来对比上一代的i9-12950HX 这次的13代酷睿的产品线其实是有点复杂的 主流的H45平台还是延续了笔记本一贯的规格 最多给到6加8核 配备96亿域满血的XE核弦 内置雷电4控制器 CPU提供8倍的PCIe 5.0通道 相比之下 旗舰级的HX55平台 就是直接拿桌面端的规格来做了 最多能够堆到8加16核 提供满血16倍的PCIe 5.0 并且内存频率也要支持得更高 不过这个HX55相比H45是砍了核显 台式级规格就是32EU的UHD核显了 并且也和桌面端一样 CPU里面是没有集成雷电控制器的 要用独立的雷电控制器 H45的Io部分就封装在CPU核心旁边 而HX55则是单独把PCH拿出来放在主板上了 所以主要就是给那些不在乎空间的大游戏本使用的 具体到各个型号呢 这个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主流的H45平台是全线换用了13代的新设计的 这个我们在台式机上就已经测过了 虽然13代的架构相比12代的变化不大 但是缓存性能上还有它的合间延迟 13代都是有所改进 并且13代的工艺升级过了 既可以上到更高频 能效也要比12代来得更好 这一次的H45全部都是新的13代设计 但是HX55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HX55的i9它是全新的 i7的13850HX和13650HS这两个也是全新的 但是像13700HX还有i5这些呢 要不就是纯12代的马甲 要不就是混用了12代和13代 性能和能效相比其他的可能会有些区别 如果你要选购13代游戏本的话 你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这次测的i9 13980HX 就是整个笔记本产品线的最高端了 除了频率以外的硬规格 它都是和台式机的13900K一样的 24核32线程 非常恐怖啊 而且频率也不低 最高锐频可以到5.6节 那我们也是赶紧跑了一下Cinebench R23 看一看C4D的渲染性能 这颗13980HX单核跑出了2159分 单核的提升是17% 这个主要是受益于频率的提升 而更恐怖的是它的多核 跑出了32000分以上的成绩 卧槽 这相比上一代直接快了44% 多塞8个小核 这个多核真不是开玩笑的 和台式机比的话 13980HX跟13900K肯定比不了 但也是略强于13700K的性能了 把这种东西塞进笔记本里 哎呀 我觉得是挺变态的 提升这么多的性能 那么功耗会不会爆炸呢? 我们也测了一下 好像还行啊 一轮下来的R23的平均功耗是170多瓦 作为对比 上一代12950HX也要跑到160多瓦了 多了10瓦功耗 性能高了44% 感觉能效上讲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我们看频率会发现 12950HX和13980HX跑R23的频率都差不多 大核小核13980HX要高个0.1-0.2G吧 13代小核规模又翻了一倍 还加了缓存 功耗却只高了10瓦 感觉还是挺厉害的 温度的话 全核满载是毫不意外的上95度了 这个放台式机上肯定是要批判一番的 但是笔记本平台就是这个样子的 烤机95度也算是正常的了 接着我们跑了15轮循环的R23 ROG这个模具压的还是挺稳的 基本没有怎么降频 15轮下来还是能跑到31500分 我们也拆开看了一下枪神7PLUS的散热 相比上一代枪神6PLUS的均热版 枪神7PLUS是换回了热管散热了 不过多加了一个风扇用来辅助构建风道 导热材料仍然是用的液晶 所以我就不把热管拆开了 也建议大家液晶的机器就最好不要去拆了 关于ROG枪神7PLUS这台模具更详细的单烤 还有双烤的温度数据 你们可以去看隔壁笔刀室的测试结果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还是赶紧聊一下40系显卡好了 这次率先解禁的是移动端的4080和4090这两个卡 我们这次两张卡都会测 规格上非常简单易懂 笔记本4090就是台式机4080 完全一模一样的AD103核心 显存大小位宽全都一样 只不过笔记本的功耗限制在150W 算上Dynamic Boost之后就是175W 而笔记本4080就是台式机4070Ti的AD104核心 在烟那么一小道 砍了两组SM 显存也是继承了令人难忘的192位宽宽12G大小的显存 应该说台式机上我们一直在疯狂地吐槽NV是同级规格缩水 不过在笔记本端我就不会抱怨那么多了 因为哪怕你给更高的规格 笔记本就这么175W的功耗能不能发挥出来都是个问题的 上一代30系笔记本就有这个问题 特别严重 3070和3080Ti的笔记本规格差这么多 实际性能居然没什么区别 而这代40系卡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呢? 4080和4090的笔记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能水平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3DMark的测试好了 笔记本的4090跑出来Time Spy 22652分 对比上一代的30级笔记本 哇 这个提升确实是极为显著啊 这都快了将近70%了 40系显卡的性能进步确实是非常大 但是和桌面端的40系比起来 笔记本4090的分数也就和台式机4070Ti差不多 考虑到它用的是台式机4080的核心 性能却和台式机4080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那我觉得很显然175W的功耗 对于这颗AD103的大核心来说是很不够用的 相比之下 笔记本4080的成绩就合理很多了 19348分似乎和台式机4070Ti差的并不远 可以说AD104是一颗175W能基本跑足的核心 的确更适合放在笔记本上 这个4090的规格增加了这么多 性能却只比4080高了17% 似乎是有点滑不来的 但比起上一代的3080Ti 它们这个差距已经合理很多了 当年的3080Ti是真的太了个寂寞 这次4090好歹确实强了一些吧 当然了笔记本这边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并非所有机器都是满血满功耗的显卡 在更低的功耗下 这两张40系的旗舰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隔壁的笔拔评测师 就跟随我们手机SOT能效曲线的步伐 做了这张笔记本显卡的能效图 由于笔记本这边电压荣誉比较多 采样点又很少 没有办法像手机那样拟合出很漂亮的曲线 我们暂时只能看一个大概 但是基本信息都有 可以做一些分析啊 那从这个图上也能看出来 这次40系卡的能效进步确实非常离谱啊 当年从20系到30系能效进步还是很有限的 而这次40系的两张卡呢 算是一下子就拉开巨大的能效差距了 这台积电工艺和三星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啊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4090是真的电不够用啊 低功耗下的性能损耗非常严重啊 要买的话一定要选择175W的满血版本 这样看来我多少能理解ROG在国内不出4090版的幻14和幻16的操作了啊 4080的情况相比之下要好很多 降功耗的副作用没有那么大 但175W下的编辑效应仍然不算很明显 也算是满血不亏吧 我预告一下后续50、60、70这三张卡的能效曲线走势 就和这两个卡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后面的评测视频 这个笔记本显卡的能效曲线 我们也放到了socpk.com上 和手机能效曲线一起上线了 感兴趣的同学欢迎去看一看啊 除了Time Spy之外 我们也跑了一下4K分辨率的TSE 这个里面4090和4080的差距就拉开到20%了 毕竟4080的显存位宽砍到了192位 跑4K确实是不太划算的 好了 这个理论性能知道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来玩一些游戏看看了 首先要登场的就是热门竞技游戏Apex Apex的负载基本都在显卡上 那两台枪神7Plus相比枪神6Plus 确实要显著的更强一些 40802K可以跑上167帧 4090可以上到186帧了 这还是在打架的时候负载比较高的情况下 进步还是挺明显的 另一个FPS游戏CS GO就比较有意思了 CS GO的压力主要是在CPU上 尤其是1080P的低分辨率下 这个提升大多是由13代的CPU带来的 你可以看到13980HX在游戏里的频率 是比12代高出一大截的 再加上缓存性能的提升 所以CS GO一下就从560多帧 提升到了700帧左右了 不过在4K分辨率下我们就遇到了一些bug 4080的这台机器功耗都完全跑不上去 最终的帧数甚至还不及上一代的枪神6PLUS 似乎是40系卡的Dynamic Boost 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还有待后续解决 等有了新驱动之后我们也会再来验证一下 第三款要测的热门竞技游戏 就是COD19也就是战区2 等于CPU和显卡的双双提升 1080P下两台枪神7PLUS都有明显的进步 4090的机器已经可以实现2K全特效不开DLSS跑120帧了 哪怕跑4K 这两台新机器也能跑到60帧以上 比起30系的本子进步还是挺大的 最后一个网游 我们测了FF14的6.0版本 像这种MMO对于CPU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哪怕跑2K和4K也不都完全是显卡负载 不过反正这次CPU和显卡都升级过了 玩FF14的进步还是挺明显的 4080的机器跑2K都可以跑到180帧了 跑4K也问题不大 平均将近100帧 然后4090就可以跑到将近120帧了 看完这些网游之后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些单机游戏好了 首先是CPU要求极高的游戏 城市 天际线 这个我们跑了2K分辨率 提升幅度就没有之前那么惊人了 基本上是10%左右的帧率提升 主要也是来自13代CPU的升级 现在的旗舰游戏本 跑这个图平均也就48帧 对吧 比起10代U的30多帧倒是有所进步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上60帧了 然后我们就要来跑一些大型3A了 像是我们的老朋友极限竞速地平线5 这个游戏2K分辨率下 上一代的旗舰游戏本就能跑到80多帧了 这次的枪神7PLUS更近一步 两台新机都可以跑到110多帧 不过4080和4090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到了4K下这个差距才能稍微拉开一些 4090可以跑到4K90帧 相比上一代的4K60帧已经快了50%了 另一个老朋友大表哥2的性能表现也是类似啊 上一代2K79帧 4K53帧 这一代4090的机器可以跑到2K116帧 4K76帧 哪怕你不开DLSS 现在4K也可以流畅运行了 这俩游戏的优化都算是不错的 那我们要不来看一些优化比较烂的游戏好了 比如像这个《木卫4协议》对吧 这个游戏简直是惊为天人啊 2K下上一代的旗舰本都只能跑到72帧 这还是不开光追啊 开完光追只剩下40多帧了 这一代两台新机好歹开完光追之后能够满足2K60帧运行 4K下根本就不用想了 不开光追才勉强60帧的 开了光追谁都别想逃 这个游戏又没有DLSS 要想正常玩的话就只能牺牲光追了 那要不就是开FSR 反正这个优化是真的烂啊 虚假的死亡空间玩不得啊 要玩就得玩真正的死亡空间 哎呀 我没想到这木卫4协议还没出多久呢 死亡空间官方的重置版就来了 借助寒霜引擎完全重做 诚意满满啊 而且优化上不说好到哪里去吧 反正比起木卫4还是要给力不少的 这游戏支持DLSS 其实显卡的压力可以降低不少了 2K分辨率下甚至是CPU瓶颈的 4080和4090跑出来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到了4K下这个差距就可以拉开了 上一代的《枪神6 Plus》已经跑不到4K60帧了 这两台新机还是可以满足 4K60帧 流畅运行的 这还是在我们挑的压力比较大的游戏场景 实际玩的时候 死亡空间大多会在狭窄的室内玩 帧数会比这个还要再更高一些 说到优化烂的游戏 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老朋友 赛博朋克2077了 要是没有DLSS的帮助 2077根本就不敢开光追 绝对是帧数低到没法玩 好在这次的两台《枪神7 Plus》 跑2K分辨率表现还行 开了质量档的DLSS之后 光追下也可以有七八十帧了 不过4K还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开或者不开光追 跑起来都谈不上流畅吧 这时候就要拿出40系的独门秘籍 补帧了 2077总算是上线了DLSS3补帧了 有了补帧之后 4090终于是能跑到4K60多帧的光追了 4080则是勉强接近60帧 体验上肯定还是要比原来好一些的 另外一个支持DLSS3补帧的游戏 就是乌十三了 乌十三这次新加的光追模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开了光追之后性能爆降 哪怕2K分辨率 开了DLSS的情况下 两台40级卡的新机器 开光追也只能勉强60帧 4K就完全不用考虑光追了 只有4090的机器 开了DLSS3补帧之后才能跑60帧 不过乌十三最近更新了一档性能光追模式 相比全开的光追 显卡的压力要更小一些 真想体验光追的话 用这个选项会更合理一点 总体测下来 13代i9加4080的机器 相比12代i加3080Ti 2K和4K都是快32%左右 而4090的机器2K要快43% 4K则是快52% 可以说如果你主要是玩2K分辨率的话 笔记本这边选4080和4090的性能差距不会很大 4090主要是它相对大一点的显存位宽 对于高分辨率来说会更有用一点 测完了游戏之后 再来看一看专业应用的表现好了 毕竟很多人买游戏本 其实是为了干活用的 CPU附载的应用我们之前已经测了CCD了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做软件开发的性能 跑了一下VS2022的C++编译 那么13980HX毕竟合的比较多嘛 编译的速度还是要明显比12代快不少的 而且和前面的CCD一样 你可以看出来如今旗舰笔记本的CPU 其实和台式机干活效率上差的并不远了 这点要比显卡做的好 台式机的4090都能把笔记本的4090秒飞了 另外一个可以跑CPU的是Blender的3D渲染 这里面可以看到13980HX也是比上一代快的一大截 1分16秒就可以渲染完了 不过和GPU比起来CPU的渲染效率上还是小屋见大屋了 4080跑Blender同一个项目只要6秒不到的时间 4090只要5秒多 比起上一代的3080Ti将近9秒的渲染速度也是进步不小的 确实这个3D渲染也是越来越多利用GPU加速了 效率上的确比以往更有优势一点了 包括OC渲染器里4080和4090的进步也是非常大的 我之前在做台式机评测的时候就聊过了 40系这一代的光追单元的增强 对于支持光追加速的3D渲染软件来说是很有利的 对于从事这些相关工作的同学来说 新鞋卡确实是更值得考虑了 另一个提升可感的行业就是视频后期了 得益于13980HX的多核提升 还有40系卡清的编解码器的支持 两台枪成7PLUS跑PR要比上一代快了很多 显示屏预览也好导触也好都会有帮助 不过4080和4090这两张显卡在PR里的差别似乎不是很明显 AE的性能进一步没有PR那么大 但是新平台也是要来得更快一点 游戏开发这一块我们测了Ui5的Nanite 黑客帝国的项目编辑的时候我们开启了Nanite试口 两台13代加40系的新机器确实查开Nanite的时候 试口的流畅度要更高一点 开发体验上应该是有所改善吧 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应用 就是Novo AI的画图 这不比前面那些软件专业多了吧 你还别说 我们测下来40系卡跑Stable Diffusion的画图效率 确实是真的提升挺大的 3080Ti的笔记本出一张1080P的图要42秒多 4080只要30秒就可以出图了 4090只要28秒不到 这还是在4080抱的12G显存的情况下 不过有一说一 这也就1080P还能有这个效率 要是出2K或4K的图 那别说12G显存了 4090的16G显存都完全不够用了 节目的最后我也示例一下给显卡超频 旗舰笔记本往往是最难超的 因为功耗本来就不够用 你又破不了它175W的限制 没电怎么超吧 对吧 那在175W的限制下 4090的笔记本最高也只能超个5% 跑出了23893分的成绩 4080也一样能超个5% 可以跑到20366分 意料之中的出厂灰镜吧 好了 这个13代加40系卡的枪神7Plus 我们到这里就算是测的差不多了 应该说今年的高端游戏本 性能提升还是相当让人期待的 Intel这边在13代CPU升级了工艺之后 能效有所进步 红功耗下可以跑到更高的频率了 我们测下来很多游戏都可以高出0.5G以上的频率 这对于游戏性能有一定的帮助 并且HX55也塞了更多的核心 专业性能看齐13代台式机了 NV这边40系新显卡 实测下来的游戏和专业软件 也确实要比30系的笔记本强了很多 台积链工艺真的是美白换呀 我唯一有怨念的就是价格了 很早就听说40系的笔记本会大幅涨价 最后确实有一些机型涨价了不少 很多厂商涨价到了3万甚至4万5万的4090都有 非常非常离谱 但是也不乏下ROG这种完全维持老价格的 4090的枪神器卖21999 属实是持家国度了 包括4080的机器也有卖的便宜的 甚至比上代3080首发的时候更便宜的也都有 那就是说明4080和4090的本子 还是可以做到合理价格的 就是要看厂商愿不愿意去让这个力了 台式机上我们一直在骂NV坑爹 那是因为它把显卡价格翻了一倍了 但是笔记本这边如果能够以上一代差不多的价格 买到13代加4080或者4090的游戏本的话 我觉得还是相当值当的 甚至搞不好会比同性能的40系台式机更具性价比 这个就有意思了 那我就希望像枪神7这种机器能够有充足的备货 别到时候零售一个价黄牛另一个价 那就不太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13代加40804090游戏本的评测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不妨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极客万店 看看各种周边像我们的鼠标店啊 还有T恤啊 对吧 都可以来买一些支持我们一下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